大家好,又是我们摄影一周 转眼又有很多时间 那今天呢,要多谢大家 因为呢,我们之前呢 两三个月前,好像两三个月前 就说什么十万mill那些,诸如此类 但是转眼我们已经二十万mill过了 上次已经过了 是啊,所以都没有搞什么 那些事情已经过了 那当然啦,可能是因为 现在我们有视频多了,诸如此类 大家很忙的已经过了 不是,我们的视频都开始越来越 很多好东西看了 多元化了 多元化了,很多东西看 但是当然啦,都要感激我们的观众 就是,我们无论的观众 都是上升,以及订阅 订阅都是有升的 都是一路平均地攀升的 那我们由几百人呢 现在已经攀升到二千三百多 进均三千呢,都似乎是 很快可以搞定 加上呢,大家知道了 这里有东西看了 不错 知道这里 你好,即使阿杰sir 会带大家去那边 就找些好东西拍一些 有事,拍一下花 我就麻烦点 因为我又要遷就花旗 又要遷就四月 comum架阿杰sir 又会每一次都会 有很多新的器材介绍 是 那我呢,又会介绍一下 一些拍照的好地方 天气如何 怎么预测 今月,哪里拍照出美丽 这些都很多东西 真的,对吧 没错 那真的多话可以说 所以呢,别招大家很多时间 那我们开始了 又由我开始先 我又讲一些 硬件的八卦东西 近期真的多了一些无反的资料 不要说Eox R5 R6 说到烂 但是原来Nikon 也有新东西 上周我们说了 Sony A5 A5 说是击人家的一千元美金 即是七千多元的Full Frame Nikon 又有新东西 Z6、Z7、Z5 Full Frame 当然Nikon 总是要贵一点 它是1200元的 即是9千多元一万元 其实1200元是不贵的 没错 因为现在Canon的RP Sony 如果真的推出A5 都是几千元 即是它的出购更便宜 所以现在一万元以下的Full Frame 无反全面性战斗 其实它可能会再有一部Z3 那部真的有几千元的 随时 但是暂时不知道 因为其实Z50也卖得很好 你都说真的很好 不过Z50是APXC 有些人对Full Frame有迷思 没错 Full Frame有迷思的 无反观众 应该今年年尾或明年年头 大多得选了 Sony 的A3 Z5 Nikon 的Z5 或者Z3 我觉得 Eox 一向都有 现在R 价钱都几乎跌破一万元 不要说RP R没有 一万一千多 一万一千多 但是很快 就会卖平 irgendwie 对 这样就会卖平 那讲一下Z5 有什么好东西 Z5 现在不是有很多东西 不过有很神秘的位置 他都有二千四百万张 很普通 但是它有一个位置 就是很厉害 二张卡 你知道Z6 Z7被人闹到 是单卡 现在R6的单卡 因为这些便宜的 就是单卡 好像很合理的 但是他又無端做雙卡 所以他師傅說 會不會一張SD一張很小的那張 阿胡可能會是 但是他現在的 rumor 就是兩張SD 就不是用SQD那些貴卡 其實不要用SQD SQD貴 但是問題是既然便宜 買得沒錯 只有Sony 一家出 所以 但是他其他的 spec很差 即是6張 6fps 這些差不多是入門級的 入門級 因為現在十幾二十張很容易 因為其實是無反的 所以 他暫時因為那個 資料都不多 但是呢 因為A5 Z5 可以說這個年尾 全部是無反 一萬元以下的全部都出齊 即是已經進入了 無反戰國時代 便宜機 可以通街都可以收拾到 就不需要 兩萬元 但是就是這樣 我的題目說 因為這樣鬥到 有些公司都很慘 倒閉 賣盤 是啊 是的 Olymp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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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因為這樣鬥的 是因為他的笑話 是說輸給手機 Olympus Olympus 就是賣走他的影像 即是相機的部分 但其實相機的部分 Olympus 一大 即是說 Micro Fourford 是會死的 即是只剩下Panasonic 因為Olympus 是最主力支持 這個系統 Panasonic 有很多飯 又有全片 又有其他東西 又有錄影 那邊做都不差 那 變了 Olympus 就在Micro Fourford 那裏頂住 其他那些 就沒有人幫 亦都可以 你想到一件事 徹底小的CCD 都是會敗陣 是啊 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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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辦法 有沒有買家 好像說有買家 技術是值錢的 技術是值錢的 大約5排就不值錢 是啊 沒錯 技術呢 有很多人都想進入這一行 即是 我手機界 可能拿你的技術 放在手機上 知而此 或者是我 師傅說得對 Fourford 那個 你說它小 如果手機 當然是大的 另外還有一些 它只中大於一吋 還有幾樣東西 可以讓它看中了 例如好像 Action Cam 防震 Action Cam 也會賣你技術 Olympus 防震很厲害 防震也會賣你技術 即是有很多 看這些東西 沒錯 所以你說 如果DJI買它 最可憐的就是 拆骨斬件 那它現在應該都 算是拆骨斬斬件 因為整個Olympus 它又不是整間公司賣 它只是賣它的形象 大佬 即是我們拍飛行機時代 Olympus OM1 那層 經典名機 它還有一些光學上的東西 看遠鏡 醫療的東西 放大器材 影印 那些都有 很多的 很多 它那些 那些器材都正常 生意 捉它好運 捉它好運 另外還有一件事 Gilbert 都說注意到 我看過 在影片介紹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先看影片 H&Y 叫做革命環 Retful Ring Retful Ring 不要管它 照看 這個Retful Ring 其實 是 一個可調式的Ring 來的 它有三個Size Gilbert就說 小個Size 沒有什麼用的 小我們沒有用 37-49 46-62 很多 現在我們的影 有用67-82 很簡單 它這個 現在在KickSATA 做的 其實 貴不貴 二三百港幣 也不便宜 但是 它其實只有一個圈 夠了 它的圈 就是用來 擺Filter 擺Filter 然後一鎖 就鎖死到 在背部 很有趣 它有個 影片的 這個 就 套在 後面 然後 就在前面 一扭 就鎖死了 前面 譬如你 用67-82 你就擺 8月 你 邊支鏡 一鎖下去 就可以搞定 是一個方便的 系統 其實是好的 好設計 因為我們平時 玩開Filter 有時候都很累積 不用帶那麼多 因為我們現在最省皮 就買最大的 不是 那 近年 這個H&Y 都很多新油 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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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貼 諸如此類 今次又有這個環 那 如果我覺得 自己不想搞這麼多Filter 只拿一個環去 其實挺好的 都挺方便的 我覺得是好的 因為當時我們的環都是不見多的 沒錯 不是不見 不見也少事 是扭了下去 一陣子拿不扭 它就有一陣子 扭不出來 這些是我們攝影人才知道的 沒錯 我經常都要怎樣 譬如我兩塊Filter 放過來 我用螺絲批 平螺絲批 一插下去 一喊 就斷開 當然 會有一隻 就會崩了 以後再錄不到 但好過永遠傷死了 走不出來 沒錯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 這些是一個 H&Y這個 剛剛正在製造的 應該還沒有現貨 因為它還在KICKSATA 那裏 現在大家可以按進去 我那條 給大家 我想八多元 其實 如果它開發 我都想買一個 我覺得每個環 食影人都應該要當一個龐牙身 它不是貴的 還有它這個環之後 它還有一個可漸變的 由32到1000 那個 有很多牌子都有 有很多牌子都有 但是它就很方便 它有條棍子 給你慢慢推算 可以用來拍水 可以用來 吞多少秒數 諸如此類 它那個是CPL加上ND CPL加上ND 不過它又有吸數 吸數 吸數 這個系統 似乎都是適合用的 尤其是現在 譬如有些拍片 即是動不了快門 用來這個系統 去調校 調校快門 也是相當之 新泳 現在 這個社會 可以用得挺好的設計 但是它還有改善空間 因為它物理 原來最大 都是有空的 用不到的 還有那些 不要緊 你伸細兩級就可以 但是如果你單化 那些就反而沒事 但是那個是有些什麼 因為它配合那個光學原理 去到最盡 譬如你去到1000 用不到 你就去到400 吞回後 隨便有聽 隨便有聽 沒錯可以用到 那這個H&Y 這個它叫做 Red Flu Ring 的革命環 就真的有少少革命性 那 看看它出來 再試一下 真的行不行 因為現在 只說 還有看它的影片 就好像可以 但是出來 可能有些限制 有些會做得好的 有些會有的 一定會有的 好啊 一年就介紹了幾樣東西 是啊 幾樣新的東西 有什麼好地方介紹 哇 最近天氣真的很好 哇 哇 天天都南天白雲 天天都白雲 天天天都白雲 是啊 那天我29日 在家裡看到 哇 我在吐露說 � ein行有 看見到那邊 bend 最是印象的 晃到了 因為那些環境 我想去一些水面 附 Kath 但我回到家 到七點 Rest 不用了 說不會 你看到続 我找不到的 有机会的 有机会的 大把时间了 那晚真的看回人家的照片 好美 那没有 我最近都有时间去捐楼捐一下 有时要 我的花花班要上堂 要找地方 找好的给同学 发掘了什么好东西呢 我发掘了 其实这个地方 我一向上堂都会经常去的 就是上水的北区公园 这很近的 很近的 想不到 这期上水的北区公园 居然有向日葵 太阳花影 大不大众 好啊 很大片 很大片 在那个大看在前面 有一大辣 那就变了 相当之方便 即是扮到这个 慎信元 那他没有慎信元 慎信元那么大 我知道你用长镜能扮得到 他那个 那个深度不够 深度不够 深度不够 深度大概是三四尺 多少浸花 三排四排 他的花是比较小一点的 那个品钟是小一点的 大概是三至四排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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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他后面呢 北区公园大家去过 都知道 他有一些停台流角 可以做一下 你说打卡 那一 measures 就是 真的 很开心 那么一两个就够打卡 是啊 我昨天带班去做实习 都看到有很多些 昨天假期 你知道 有很多些 粮妹 印妹 以及当地的街坊 都在那里拍照 真的 什么 你花来讲 平时拍所有的花都是专心拍花的 但拍太阳花就一定拍人的 一定拍人的 一斗大发面 还有那里你有个好处是第一 不用付钱了 方便了 第二 你真的捱过去 你都没人理你 没人理你 变了就不同 信心不有 怎么说呢 太阳花始终是有一个限期 有一个周期性 其实就算整不整他都差不多了 没错 我想他应该是两个星期之内就会借的了 因为他不同信心员 信心员上一次我们去的师傅 他就说分时间落着落种 第一个月就是这阵 第二个月就是这阵 他慢慢地 那个花期 比如他的花期是五至八月 他就分时间落 就是由五月至八月他都有 但是这里就不是一阵 说实话上一次 像嬌sir的那个 甚至太阳花很多人看的 是吗 是啊 有五千多观看 哇 破题而第一周而已 信心不厉害 很多人看 那就是 今次再介绍近近一点 更方便一些 北区公园太阳花 哇 你嬌sir 永远真好 我给了两张照片 Andy Sir 在片尾就会给大家看的 是啊 很漂亮 值得去的 好 那到我说一下 那都是 从来我一定要说一些很重要的事 就是 报告今个星期我预测的天气是怎样 是吧 我一直来说这几个星期 一直都预测的 那今个星期 现在呢 就礼拜六日 可不是说礼拜六先呢 嗯 就没有现在那么好 没有 开始就 云会比较多 云会多了 有云当中 就会会有很多 局部地上的骤雨 那 Magic呢 都有机会 在六七点的时候有得搏的 那但是呢 普遍来说呢 都是云量会比较多 就没有现在可以见到 哇 那些阳光 就是蓝天白云那么漂亮那种 那 有机会有些 局部地上的骤雨 所以大家的照片 要小心一点 不要说去一些 真是很高山的地方 因为你一上去 真的下大雨 没有遮掩头 就没有遮掩头了 所以呢 拍照要带遮掩 带到宿骨遮掩就会好一点 但是呢 仍然是有机会拍到照片 因为呢 他去到埃曼 六七点的时候呢 云量会收回一点点 嗯 会有机会 会镑到那些很漂亮的耶稣光 嗯 滑出来呢 Magic 可能会很漂亮 但是呢 只有一个隔着 因为还有好几日时间 我都是观察着数据 看一些天理图 那些曲线 怎样的走势 那星期日呢 就没有星期六那么好 哦 星期日更差一点 但是呢 都未注于说 会很旁流大雨 那些的 都是局部地上的 总之呢 这两天就很不稳定了 是啊 诺原子 可能会有彩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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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很稳定的 但是呢 今天香港的彩虹真的 又不是不可以拍照的 所以呢 就比较要小心一点 比较小心一点 大把姐 大把姐 没错 在这样的环境之后呢 那师傅推介你们 哪里拍照呢 那我也是推介你们 去拍一些 Magic的东西 因为有一个博 有一个博 但不要上高山了 那我今次也介绍一个 比较矮一点的山 那我们拍照的人都知道 在九龙区有两个很出名的西山 嗯 是吧 我们叫做东平山 是吧 就是西嘉顿 是的 两个都是很相似的 两个都是一个山仔来的 那平山和嘉顿山的相似之处 就是在于呢 都是百多米高 二百米以下 那和别人两个都是要行一条很长的楼梯 很长的 几百的 几百的 几百级 都是行20分钟左右 就上到的 是不辛苦的 那两个都是 拍夜景 日落家夜景的地方 那所以这两个地方 就很相似的 那所以呢 东平山 就是西嘉顿 是 就很相似的地方 那两个各有特色 那嘉顿就近着城市一点点 那就可以拍到九龙啊 那些地方 嘉顿的面团不够阔啊 是啊 但是 那这里呢 我想说 大家都知道这两个西山仔 因为不是大高山 所以呢 你不会说拍到我们香港最美的景 那我只是打过七八截 是的 但是你说如果近近的 譬如五点钟收工 我赶六七点日落 那你最好选择就是这些 是吧 因为它不辛苦嘛 容易上 二十几分钟上去 还有哦 三岁至七十都可以 是 因为它都很安全 很安全的 嘉顿山大家都知道了 现在青打卡位 基本上 大家买个麦当努上去 买一瓶珍珠奶茶上去 聊天聊天聊天 都很平常的 但是呢 平山就比较少人去的 嗯 很奇怪哦 但其实平山是很方便的 它在哪里呢 其实就是在九龙湾至德福 德福 德福 或者是采德村那里 那如果你在牛头角 淘汰花园 向后山行的话 那一条列上去山呢 那你再走多二十分钟 就其实上到 在彩虹站 在彩虹站 就由小巴上的 那你不要小巴了 其实很近而已 你在彩虹 这个啟叶村 牛头角 这个淘汰 都上到的 你向后面走 就已经上到采德村 哦 很方便的其实 你走都不用五到十分钟 就上到采德村 就好 平山呢 就给这个嘉敦山 有一个特别之处就是 它望正这个狮子山 哦 即是狮子山在背景 哦 有了 它狮子山加日落 哦 鹹蛋在狮子山的头前面 哦 还有呢 狮子逝日 很漂亮的 那个鹹蛋呢 是现在这个时间 是最漂亮的 最漂亮的 因为它是在大约 夏至 六月二十多 狮子山 就是 它是最近的狮子头 是那支 特别灵灵灵灵灵 那支 是差不多 锅鱼蛋 也如不锅鱼 这个位置就是最静的了 因为 热 until夏至 冬天就会偏移 偏移走回西面 所以夏天是第二次 所以夏天7月的时间 是最近的獅子山 所以如果你遇到一个魔法 獅子山魔法加日落 真心说 人少很多,舒服很多 平山相对来说 是会开阳一点 还有一个好处 楼梯一路一上 有时不需要上到顶 不需要的,中间也可以 比如说我不够了 中间已经拍到 他又不同 嘉顿山,嘉顿山一定要上平台 才能拍到 另外第二个地方,特别之处 就是这个平山除了拍这个夜景之外 你可以走去 采德商场 采德村商场 采德商场有一个大平台,很开人 基本上没有人去拍照 因为是屋邨来的,但是采德商场平台 然后呢 拍到一个车轨啊 城市也很漂亮 我给大家看看少许 拍到这个景色很漂亮 下面有些马路 U字形马路 然后拍到启夷村那些 那就OK的 很漂亮 可以拍到车厂 另外呢 九龙湾那些车轨 那些S型车轨 喂 慢快门 其实就是 搭着叉烧来吃都很方便 真的 你上面的山,拍完日落 Magic 走到山 因为你必经这个 采德村商场 采德村的 那你就 那你可以呢 就介绍了 有一间茶餐厅 挺好吃的 在平台上 直接在平台上 那你就可以 叫我真的来不起 不是 你可以吃完 譬如你拍完这个日落 那你就累了 接着再去茶餐厅 吃个叉鸡饭 慢慢吃完 因为夜景是没有限制的 吃完再走到平台 慢慢再拍夜景 拍完再走 哇 那真是整晚的 挺开心的 而且玩茶餐厅的东西 挺好吃的 是啊 你可以叫那些 两人套餐 三人套餐 它那些炒的东西 它是酒楼的厨房 酒楼式 但是茶餐厅 你想想 凡是茶餐厅的厨房 如果是酒楼大厨炒的东西 哇 看起来很厉害 看起来很厉害 吃完饭 叫两三个菜 叫个西南花炒鲜油 哇 接着 这个白斬鸡 那些平台拍 喝啤酒就可以了 然后就出去拍 他有两家七十日在平台 真的买个啤酒 慢慢拍一下车轨 挺开心的 那一星期六 一星期六 或者一星期六 大家介绍一下 平山加塞泉商场 看有没有机会碰到你们 因为 真的可以介绍的 我们的片尾 会放一些照片给大家看 是 非常漂亮的 好吗 好 那我们今天就说了这么多 那就这么多了 又在下个星期再见了 好 记得要做什么 是的 介绍一下 介绍一些朋友看 想看 记住like 不知道第一次 看十次 哈哈 好了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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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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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